王的女人,谁敢动? 第六十四集 凤九儿自问自己没有多少花痴的本质 毕竟连木木撕掉面具这种帅气的程度 他看了也就只是觉得赏心悦目 可是为什么就是扛不住九皇叔的魅力? 这男人简直就是妖孽 白衣服的九皇叔飘逸如鲜 玄色衣服的九皇叔狂野迷人 不知道穿上军装盔甲的九皇叔 会不会直接让女人见了就腿软呢? 现在他走在自己前面 这背影高大而修长 两条大长腿被禁装够勒得更加明显 线条分明 就算不脱裤子 也仿佛能看到他腿上结实有力的肌肉 Oh my god 简直要流口水了 这样生来就是用来祸害女人的吧 帅哥他见过不少 可是妖孽成这样的 头一回看到啊 怎么还不走? 湛青城回头盯着他 剑眉宁起 想让本王抱着你走? 我... 不用胡思乱想了 今日本王不抱 湛青城冷冷一哼 忽然脚下一点 你根本没有看到他哪里用力了 他一转眼 他就已经站在了高高的枝头上 本王不抱 凤九儿一张小脸 顿时就垮了 说得好像人家 好想让他抱似的 不过 九皇叔 你在做什么? 快下来 庆然又要动真气 不知道他现在的身体情况 很糟糕吗 区区一点真气 还动不了本王的根本 走 树梢上 那个浸庄男子 平风而立 他随手摘下一片嫩叶 长指轻波 那嫩叶 竟然直直射向凤九儿 凤九儿吓了一跳 下意识跳开两步 回头一看 那嫩叶 深深插入地上 竟然锋利如刀子 九皇叔 躲不过灰受伤 本王该不负责 湛青城 手里又多了两片嫩叶 他只是轻轻弹了下 那两片嫩叶 也立即像刀子一样 直直向他脚下打去 九儿吓得呼吸都乱了 九皇叔不是开玩笑的 躲不过就一定会受伤 叶子都打向他的脚后跟 被打中 绝对会疼得他哭爹喊娘 九儿没办法 被他逼得不断前进 每次都是闲闲躲过 下两片叶子又来了 他就这样一路 被逼着往前跃去 刚开始分明觉得 他给自己逼着走的路 路线崎岖 一点都不好走 可是渐渐的 脚步竟然就轻快了起来 就像是每一步之间 根本就不需要用力那般 这是什么步伐 为什么看着明明更加曲折 可走起来却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快 磨蹭什么 身后 男人凉嗖嗖的声音再次传来 凤九儿连半口气都不敢歇息 立即又往前迈步 整整一个山头 竟然就这样被他跑过去了 等九皇叔 终于给了他一点时间来休息的时候 九儿回头一看 才发现 又一个山头被他翻了过来 可是 他看着在自己身后不远处落下的男人 一脸讶异 为什么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 九皇叔今日过来 就是为了教他轻功 老天 忽然之间觉得 自己实在是太幸福了 他好像 真的学会轻功了 虽然 只是入门级 但有九皇叔这个名师 绝对很快可以学起来的 会轻功 简直不要太爽了 好想抱着九皇叔亲几口 被九皇叔逼着走了大概一个时辰 凤九儿发现 自己的步伐 真的轻快了不少 一个上午 连中午的时分都不到 他便甩开了后面 不会轻功的那些人 几乎 要追上董轻功的那一批了 前方是涉暗哨的地方 自己注意 身后的男人 忽然丢下这话 那些锋利冰冷的嫩叶 一下子不见了影踪 等九儿回头的时候 身后的树梢上 哪里还有九皇叔那道性感的身影 他走了 行色匆匆 看样子今日一定是很忙很忙的 这么忙的日子 竟然还抽空来教他轻功 九皇叔对他是真的很好很好 九儿深吸一口气 再深深看一眼 刚才九皇叔站的位置 脑海里似乎还印着九皇叔那道迷人的身影 等他再回首的时候 心思便已经收敛好了 再深吸一口气 学着刚才九皇叔教的步伐 继续往前走 一路上 果然走得轻松自在 速度比往常快了不止三倍 不过 前面是涉埋伏的地方 看着前头一片密林 风九儿冷静了下 才举步迈入 刚进去没多久 便听到了一声轻微的身影 他该不理会的 但是还是脚步一改 跨了过去 有人受伤了 脚被捕兽夹夹住 捕兽夹的尖刺 扎入了皮肉 鲜血渗出 这种捕兽夹 和一般的捕兽夹不一样 尖刺不长 不会伤到筋骨 但因为扎入皮肉 要拔出来 也是很不容易的 就因为这样 那血子在地上 已经坐了好一会儿了 却还是束手无策 疼一会儿也就没事了 这个尖刺很短 不会伤到筋骨 弄出来 还可以走 凤九儿 在他身边蹲了下来 将短刀拔出 别 别碰我 看到 他要用刀子扎自己的腿 那个人顿时尖叫了起来 不许碰我 你 痛 痛得他冷汗都要下来了 但是凤九儿的刀子 却没有停顿 一刀下去 几处的表皮被划开 他手起刀落 几个来回 也是那血子 几声惨叫之后 捕兽家 终于被他拔了出来 一把扔在地上 你 那男子痛得跳了起来 就要破口大骂 哪有人救人 是硬生生 将对方的皮肉割开的 他刚才手起刀落 是否有考虑过 他是不是能承受这皮肉之痛 别以为你帮我拔了手架 我会感谢你 若是像你这种手法 我自己也能拔 真的是要被气死了 竟然将他皮肉割成这一般 奇怪的是 割了这么多刀 怎么也不见 有什么血流出来 虽然是有点奇怪 但那个男子 还是狠狠瞪了凤九儿一眼 人愁心也愁 简直就是个毒妇 男人骂完 转身就要走 凤九儿原本不想理会他的 不过 还是看到 他即将落脚的地方之后 淡淡丢了去 陷阱 男子根本不信 只当是他在糊弄自己 冷冷一哼之后 继续往前走 可才刚迈了两步 忽然脚下一沉 整个人竟然沉了下去 救我 男子疾呼 凤九儿没理会 不料 就在男子沉下去之际 一条狼牙锁甩了过来 没有任何防备的凤九儿 只觉得身下一沉 立即被一股力量 拖了回去 男子将他 拖到陷阱中 自己却借力 一跃而起 终于 凤九儿落入陷阱中 男子安然无恙 他站在陷阱边 低头看着他 倒也 有那么一点愧疚之色 不过 也就只是一点点而已 你刚才一刀伤我 这个 就当是 就当是两斤了 保重 九儿没有理会 仔细研究起 深洞里的环境 那男子最终还是走了 要是不走 留下来 总觉得 有那么几分 不能面对人家 好歹 他帮他将捕兽家 给拔了出来 也好歹 刚才人家 还提醒了下 有陷阱 他却在自己 倒霉的时候 将没有防备的凤九儿 拉进来垫底 换了自己的自由 其实 要就凤九儿 也不是不可以的 弄点树藤过来就好了 不过 找树藤 得要花时间 万一因为这样 误了事 怎么办 所以 他选择离开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九儿对他的离开 没有半点意外 也不理会 依旧在研究 深洞的环境 很快 上头又传来 一点脚步声 之后 脚步声 停在深洞口 刚才为什么 不想再求救 要救你 也不是不可以 凤九儿的目光 依旧一寸一寸 在深洞的泥土壁上扫过 南门许 低头看着他 淡淡道 救了人 还要被出卖的感觉 是不是很绝望 凤九儿 还是不理会 依旧在研究泥土壁 南门许 见他这般固执 原本是想走的 但最终 还是在周围 寻找了起来 想看看 有没有树藤之类的 好将它拉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找回来 一条树藤 刚要过去 深洞那边的时候 忽然 一个铁钩甩了上来 紧接着 凤九儿那道 纤细的身影 从深洞里 一跃而起 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你 你既然有钩子 为何不早用 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 就不怕 赶不上前头三百名 不过是刚刚找到的 凤九儿的目光 落在他手里的树藤上 他以为他走了 没想到这二愣子 竟然是去找了树藤 回来救他 多谢 凤九儿脸色缓和了些 这些陷阱 既然是考官们 为了考核学子而设立的 就一定不会对我们 赶尽杀绝 你的意思是 难闻许 微愣 没想到 他掉进深洞 好不容易上来 神色竟然 还能够如此镇定 完全不像 一般女子的慌乱 我知道 一定不会 给我们安排了绝境 他们还要考验 我们的应变能力 所以 他下去之后 就开始观察 果然 考官们 是给陷入陷阱的学子 留了一丝生存的机会的 只是 这连钩在泥土里 藏得够深 不是每个人 都能找到的 说完这话 凤九儿转身就走 难闻许以为 他还会说些什么 不料 他竟然就这样走了 虽然圣旨已下 这女子将来 就是自己的娘子 但他似乎 对他这个未来夫君 完全不放在心里 难闻许没在意 活了二十多年 对他不在意的人 何其多 并不缺他一个 要翻过这座山头 要走的路 也是一样的 所以难闻许 走在他的身后 不远 不近 不是跟随 只是同路 没想到 刚越过这一带的密林 便看到有人在前方 被恋人的网 掉在半空 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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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